一天知己在雨晨 一生知己在雨晴 将一串故事给你听 故事给你听 幼稚就在少年行 就在少年行 要问指使哪里来 指使哪里来 树山有路轻微惊 轻微惊 轻微门鸟先入林 轻跑骏马骑飞腾 轻学同心天智慧 心思头脑变聪明 一生知己在雨晴 一生知己在雨晴 情分的少年知多少 古往今来输不清 一天知己在雨晴 一生知己在雨晴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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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嘿 路由书朝琴学 南宋诗人路由 在临终前留给了诗人一首 快智人口的诗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铜 王诗北定中原日 家寄无望告乃蒙 下面讲的就是他儿时读书习武的故事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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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嘿 好 好 哦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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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这么多树 简直不像人住的地方 像个窝 父亲 您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说你住的地方像个窝 好 我的住房就起名为书朝 喜鹊在树上结巢 燕子在梁上结巢 古代虽有巢室 因为那时的人还不会修房子 洪水泛滥地上住不成 只好结巢而居 你现在有房子可住 怎么能叫巢呢 在我的屋子里床上枕的是书 柜子中装的是书 面前堆的也是书 一眼望去都是书 叫书朝不是很好吗 好 那你就在这书朝里发愤读书吧 可是武艺也不能荒废 好 武艺也不能荒废 好 武艺也不能荒废 好 父亲 嗯 你的师叔和剑术都大有长进 走 我要给你开明线东西 柳儿 你知道他是谁吗 父亲 我知道 他是岳飞将军 他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岳将军正在中原杀敌 喊山翼 喊岳家军南 金兵建了岳家军都闻风丧胆 岳家军节节胜利 一直打到了诸仙镇 是吗 是啊 父亲 你说过 等孩儿武艺练得差不多了 就让孩儿参加岳家军北上杀敌的 可是 再 再也没有岳家军了 父亲 你改变主意 不让我参军了 岳将军他 他已经不再人世了 不 岳将军大摆金兵 收府失地 屡奏凯庚 怎么会死呢 岳将军被当朝的坚定秦桧害死了 什么 父亲 你说什么 孩子 这是真的 为什么 别看岳家军就要渡过黄河直倒荒龙 秦桧与金人内外勾结 以十二道金牌把岳将军召回 孤陷岳将军谋反 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岳家父子杀害在风波亭 我要杀了奸命 金坏 岳将军临终时写下了天日昭昭 八个大字 可叹他黄河河山的壮志未愁 却遭到奸命的毒烧 天日昭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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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家军 天日昭昭 都PO案阻麻 天日昭昭 都PO案阻麻 孩子 你深更半夜只身一人 单枪匹马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杀了秦桧奸贼 给岳将军报仇 就你一人能杀了奸贼吗 就算你能杀了他就能救国吗 你想想如果不是当今皇上苟且偷鞍 一心求和秦桧他能得逞吗 我连那个昏君一起杀了 孩子 你还太小啊 不 我不小了 我非去不可 慢 看来我用言语很难说服你了 好吧 如果你能比过我 我就让你去 如果比不过 那就给我回家练好本领再说 比就比 我 孩子 跟我回家吧 你立志成为岳飞 岳飞能文能武 他的武艺你有吗 他写的满江红那样壮怀激烈的诗词 你能写得出来吗 那 那我该怎么办呢 孩子 你现在要做的是加紧读书习武 将来一定有报国的那一天的 孩子 你现在要做的是加紧东书习武 将来一定有报国的那一天的 上马鸡狂狐下马草军书 好 父亲 您怎么过来了 牛儿 你说说为什么写这两句诗呢 父亲 当今国难当头 坚定横行 我只有好好习武读书 上马则练习剑术 下马则习读兵书 长大了一定要报效国家 好 你终于明白了 你是个有志气的孩子 陆游没有辜负自己的誓言 他一生荣满 把毕生的精力和热血 都贡献给了光复河山的事业 同时他一生还辛勤创作 共创作了九千多首诗 是我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 是什么 在共创作中 勇者 感谢 向他 本学来 到此 会 终于 看